几十年前,当一个日本军官带领军队进入一户人家扫荡时,抬头看到房中悬挂的画像,立刻放下刺刀,集体跪伴,然后恭敬退出。 这幅画像正是王阳明,而日本军神东枪平巴郎在全间俄国海军后庆功宴上,众人纷纷夸赞他时,他却拿出自己的腰牌,让大家夸赞他。 腰牌上写了一行字,一生俯首拜阳明。 王阳明在日本犹如神秘一样的存在,金银之圣道圣和夫说,没有阳明心学,我就无法创立两家世界五百强的公司。 王阳明是谁?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圣人,一个是孔子,一个就是王阳明。 他的心学知行合一,物透理众生无敌,兵家读懂有谋,从政读懂晋升。 凡人读懂脱俗,经商读懂财心,愿意能通透参悟此书,以心为情,万象可敌。